这个笑话太厉害了 他不仅会主动投怀送抱 还特意找出男主的私人笔记 他威胁他做自己的假男友 虽然夏川给的福利诱人 但男主却根本不敢放松 因为在这个笑话之前 他已经有一个青梅竹马了 整整九年的时间 千和每天都会来自己家蹭饭 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男主是一个十足的单身主义者 自从父母双双出轨 并抛弃他之后 他就有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他变得不再相信爱情 一心扑在了学习上 即使千和多次向他暗示自己的心意 但作为直男的男主 却根本领会不到 他也没有过谈恋爱的想法 这天 他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 他看着门外的情侣 问自己的好朋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恋爱呢 好友告诉他 像他一样不喜欢恋爱的人才是奇葩 就在两人说话的期间 一个吸引全校目光的少女 向着班级缓缓走来 但男主对这一切丝毫不关心 这时 老师告诉他们今天要换座位了 等男主来到新座位 心里想得最后一排也不错 但周围却出现了吵闹声 他抬头一看 一名美少女正向他走来 对方拥有美丽的银发 俏丽的脸庞 正散发着女神的气息 他认出了 这是在学校超有人气的下船 而更离谱的是 原本并无交集的两人 仅仅是换了个座位后 夏川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对男主告白 感受到周围男生那如刀子一般的眼神 男主连忙将夏川拽了出去 两人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男主上来就质问对方 为什么要撒那种谎 眼看自己直接就暴露了 夏川索性也不装了 他将他为何要对男主告白的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 自从他转学来到这所学校以后 就频繁地收到情书 这让夏川对此已经感到了厌烦 为了避免继续收到其他男生的情书 他也准备找个名义上的男朋友来做挡箭牌 而他挑选出来的人选就是面前的男主 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男主 是夏川通过换座位后的观察 他察觉出了 他也是个不想要恋爱的人 而得知全部真相的男主 也果断地拒绝了夏川 原因则是他只想专注于学习 不想卷入到麻烦的事情当中 但夏川却对于男主的回答似乎早有准备 只见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本日记 然后 他就当着男主的面念起了里面的内容 伴随着夏川的朗诵 男主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 原来他念的日记正是男主的 这上面还记录着男主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至于他的日记为什么会在夏川的手上 原因则是男主曾将动物杂志和自己的笔记搞混了 他将之卖到了附近的图书馆后 便刚好被前去的夏川买到了 夏川再次询问男主 能不能当自己的男朋友 眼看着男主还在犹豫 他就威胁要传播日记的内容 无奈之下 男主只好同意当他的男朋友 由于夏川在学校的影响力 他与男主恋爱的事情很快就闹得沸沸扬扬 而谦和也免不了得知了这一消息 感到难以置信的他对着男主就来了一套灵魂质问 虽然男主当着他的面 承认与夏川交往的事实 但谦和却认为自己作为男主的青梅竹马 男主与谁交往 对方则必须要获得他的认可 不过这一波操作却并没有对夏川造成任何实际性的伤害 反而被对方巧妙地化解了 然后 他便当着谦和的面光明正大地将男主带走了 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这一刻 谦和感觉受到了全世界的背叛 从这天开始 他变得像个完全不同的人 不管和谁说话 他都会在末尾加个喵 他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可爱 以此挽回男主 而男主也并不想瞒着谦和 他想告诉他 他是夏川的假男友 但这被夏川果断拒绝了 夏川给出的理由是 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如果有第一个人知道的话 就不算是秘密了 眼见夏川如此坚持 男主也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不过这时 夏川却给出了第二个解决办法 他让男主明天将谦和约到茶道市 虽然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 可男主也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了他 等到第二天 男主与谦和来到了学校的茶道市 之后 他们便看到身穿一身和服的夏川 正在里面等着他们 那可爱的模样 直接让两人呆若目击 像个大傻子 夏川直接说出了谦和的内心想法 那就是他想要变得可爱 受男孩子的欢迎 而作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人 夏川决定帮助谦和实现他的梦想 并且 他坦言自己受欢迎的原因 都是因为手中的笔记 而一旁的男主在看见那本笔记后 则瞬间冷汗直冒 没错 那本笔记就是男主记录自己秘密的那本 现在夏川的所有发言 都是在与谦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不过在他那精湛的演技下 谦和对此深信不疑 他完全陷入了夏川制造的陷阱当中 就这样 几人开始了让谦和变得受欢迎的计划 首先就是确定一个攻略目标 而他们定下的目标就是篮球部的板上前辈 通过男主那本日记的内容 夏川决定让谦和假装成吉他手 毕竟 男高中生都对音乐没有什么抵抗力 随后 夏川便给了谦和一个建议 那就是如果十方询问他 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 那他就随便说出周周第四季里一个替身的名字 好家伙 没想到我竟然在二次元里听到了二次元 不过从不看动漫和漫画的谦和 根本不知道夏川所说的是什么 这个回答可让周周粉丝的夏川无法接受 他当着男主的面 就像谦和讲解起了周周的奇妙冒险 并且 他坦言如果谦和不看完整部动漫 绝对不会变得受男生欢迎 这部操作属实让我惊呆了 不过这谦和拿着空的吉他包 就直接来了个让人无语的操作 还没遇到那个板上前辈 他就被同伴的女生给问得手足无措 无奈之下 他只能给大家来了断双结棍的表演 成功把众人唬住之后 他就落荒而逃了 现在 只剩下夏川在原地偷笑 嬉笑结束后 夏川趁着谦和去上厕所的时间里询问男主 为什么谦和刚刚在教室里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却依旧提前来到活动室 原来 谦和曾经是剑道社的王牌 只因一个事故受了严重的腰伤 导致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所热爱的剑道 所以如今重新找到自己的目标 他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看着男主眼里散发出的温柔 夏川瞬间感觉有些不舒服 他赶紧提醒男主 他现在可是自己的男朋友 不要在他面前表现出对别的女人那么温柔 由于第一次作战失败 夏川便通过男主的日记 制定了第二个作战计划 内容就是让谦和与男主 当着板上前辈的面表演他所写的剧本 他想以此来吸引对方的注意 不过两人在演出时 却出现了意外 这明明是个极其严肃的剧情 却被两人表演成了情景喜剧 但尽管如此 他们依旧达成了任务目标 这次他们成功让板上注意到了谦和 甚至 对方还与谦和约好周末要去约会 不过在放学后 谦和却并没有想象中的欢喜 他反而是一脸心事重重的表情 为了庆祝谦和即将有男朋友 男主特意做了一桌子好菜 看着他那毫不在意的样子 谦和终究是爆发了出来 那么多次机会 他却依旧无动于衷 积压在他心底的所有吻屈 都化作眼泪倾泻而出 看着生气跑出去的谦和 男主陷入到了回忆当中 他想起了他刚被父母抛弃 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时的事情 那时的谦和也刚好因事故受伤 在家休养 当他得知自己的青梅竹马 以后再也从事不了 他所热爱的见到时 他就决定做医生治好谦和的伤 他绝对不让这个青梅竹马有遗憾 时间很快就到两人约会的那天 虽然他知道不合适 但为了谦和的安全着想 男主还是在他与板上前辈约会的时候 偷偷跟了过去 然后他便遇到了 早已在此提前等候的夏川 看着因约会而特意精心打扮的谦和 男主十分惊讶 这时一旁的夏川开口表示 谦和今天的装扮是他设计的 这让男主不由地对夏川有些刮目相看 他认为夏川也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纹固 只不过耳边传来的下一句话 却让他当场推翻了刚才的想法 对方居然表示 那是自己小学六年级的衣服 现在给谦和穿刚刚好 男主瞬间无语了 突然 男主发现远处的谦和 正被一帮小混混模样的人围住 而人群里围首的人 却正是他这次的约会对象板上 原来板上在学校里的前辈的形象 不过是他打造的一个人设 他的真实面目 男主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玩弄女性的坏人 眼看一群人毫无顾忌地 当着路人的面前戏弄谦和 男主怎能忍受 他冲上去 就想要保护对方 但他却被身旁的夏川一把拉住 他希望能通过此次事件让谦和 也加入到不谈恋爱的队伍里 可男主却根本不同意夏川所说的 因为谦和本就因受伤 而放弃了自己所热爱的剑道 如今夏川却还想剥夺他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一番话也让夏川放弃了 继续阻止男主的想法 不过虽然男主成功赶到了谦和的身前 但不爱运动的他却是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他唯一的作用就是 虚张声势地念起了各种咒语 看着面前上蹿下跳的男主 板上一群人直接愣在了原地 害怕被男主的笨蛋气息传染了他们 转身就想要离开 可男主却对此不依不饶 他追上去 就与板上扭打在了一起 尽管自己被打得遍体鳞伤 男主也要让对方向谦和道歉 为了不让男主继续为自己受伤 谦和接过了不知谁从远处扔来的棍子 他利用自己曾为剑道射王牌的技术 三两下就解决了板上一群人 并且 他在事后向对方坦露了自己的心路 他说了自己并不喜欢他 一切都只是因为跟青梅竹马赌气而已 就这样 一番闹剧缓缓落下了帷幕 而谦和也与男主重新和好录出 虽然事情成功解决 板上的真实面目也在学校里暴露 但夏川却不知为何 好几天都没来学校 放学后 男主本想要去向夏川为那天他所说的话而道歉 可他却被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的夏川一把抱住 虽然夏川嘴上说 他并没有为那天的事情生气 但他脸上的小表情 却出卖了他 就在男主思考该如何将他哄好的时候 夏川却突然转身吻向了他的嘴 唇齿分离过后 夏川给出了解释 理由只是他希望男主的初吻对象是自己 两人之间的气氛也越来越暧昧 见状 夏川只好拿出周周第一季里面的话语来缓解气氛 在夏川的装风卖傻下 两人之间的那点不愉快也就此烟消云散 这天早上 起床的男主刚想去一下厕所 结果 他就在浴室里看到了裹着浴巾的铅盒 原来 铅盒因为家里浴缸坏了 于是 他便想借用男主家的卫生间洗个澡 虽然他事先用邮件通知过他 但男主却没有看到 冷静下来后 男主打算去给铅盒准备早餐 结果 他却在厨房里发现了正在做饭的夏川 至于原因则是夏川也用邮件通知过男主 今早会来给他做饭 但男主却依旧没有看到 刚好 铅盒来洗澡时没有关门 夏川便成功地进到了男主的家里 就在夏川尽情地调戏男主的时候 浴室里传来了铅盒的声音 害怕夏川误会 男主只能谎称是自己家里的阿姨 好家伙 该说不说夏川你是真的够机智啊 接下来的场面 那就是男主反复游走在铅盒与夏川之间 不过这对于一个甚需两年半的他来说 体力终究是有限的 两个女人很快就见面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十分惨烈的巅峰对决 这天 男主在学校的鞋柜里发现了一封情书 但他不知道究竟是谁放的 而今天在活动室的铅盒也表现得特别反常 他对男主极其主动 且粘人 这也让他觉得 可能送情书的人就是铅盒 还没等他想开口确认一下心中所想 就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夏川打断 原来是最近他们的社团好像被封纪委员盯上了 他总是被叫出去各种训话 为了摆脱眼前的现状 夏川制定了个打倒封纪委员的计划 他决定创作出震撼人心的歌曲来感化对方 没想到夏川刚说完 千和就表示自己有了灵感 紧接着 他就开始展示自己的新歌 只不过这动人的歌喉 实在让人接受无能 千和表演完了之后 当然就到了夏川的表演时间了 不出意外的 他又拿出了男主的日记 开始研究 就这样 三人的第一次讨论以失败告终 放学后 男主在自己的鞋柜里又发现了一封情书 而且情书的字体跟早上那封如出一辙 这时夏川找到了他 两人一起回家 路过一处公园时 夏川询问男主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因为今天大家的表现都有些反常 就算夏川以男主的日记来威胁 男主也不愿将情书的事情告诉他 突然 两人的面前出现了个金发女孩 这个女孩是夏川的妹妹珍娜 不过姐妹之间的关系 显然并不是那么好 珍娜上来就对姐姐表现出了敌意 她甚至为了激怒夏川 还当众抢吻了男主 好家伙 这究竟是怎样的剧情啊 珍娜离开后 男主本想询问夏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却被夏川用他有不想说的秘密 给搪塞了过去 这天 在学校的游泳课上 夏川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很是显眼 这让周围的女生觉得她是在装样子 听着附近的议论声 夏川便打消了不游泳的想法 只不过 她才当下水游了几下 便溺水了 眼看夏川昏迷不醒 老师又不在 男主只好当着众人的面前 对夏川做起了人工呼吸 等到夏川在保健室醒来后得知 是男主给自己做的人工呼吸 她心里男主被妹妹抢吻的那点不爽 便彻底消散 好不容易安顿好夏川的男主 又得知了千和感冒的消息 然后 她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千和的家里照顾对方 在男主的照顾下 千和与夏川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 而男主也在自己的鞋柜里发现了第三封情书 内容则是对方邀请她放学后在天台见面 原来情书的拥有者名叫姬香 她也是一个和男主有着相同爱好的人 只因在千和约会那天 她看到了男主激情澎湃的发言 说着 她就直接扑到男主怀里 刚好 这一幕被夏川和千和看到了 为了稳住自己现女友的地位 夏川决定让鞋箱也加入到社团里 但身为男主青梅竹马的千和却不愿意 只因一个夏川就已经够让她头痛的 如今还要再来个鞋箱 可千和终究不是社长 没有一票否决的权利 所以 她只好听从夏川的决定 而夏川也并没有太过分 而是给了鞋箱一个考验 那就是让她写出让她满意的事举 由于前段时间的夏川和千和在学校里的活跃表现 导致男主也被牵连被罚 在周日清洗学校的游泳池 两个女生一边清理泳池 一边幼稚地吵架 就在几人聊天时 夏川的妹妹真的又找了上来 她的目的则是奉爸爸的命令 来将夏川带回瑞典 夏川意识到 自己有可能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下一秒 她就当着所有人的面与男主撇清了关系 然后 她便独自前去更衣室换衣服去了 不明白夏川为何就这样放弃男主的铅盒也追了上去 刚好这时机箱找到了男主 她说自己已经完成夏川给她的课题 而本想将课题交给夏川的机箱 却被一旁的珍娜从手中夺走 并且 她还不顾忌地当着众人的面前朗读了起来 言语中满是对机箱所写内容的嘲弄 该说不说 这姐妹俩爱当众朗读别人秘密的癖好 真是如出一辙 想要阻止珍娜继续下去的男主 却被身旁的保镖拦住 无论如何 她都靠近不了珍娜 随后 她只好狼狈地喝止珍娜的行为 而这边的动静也引来了夏川与谦和的注意 本想就此离开的夏川 在听到机箱的挽留后 便改变主意 看看夏川那坚定的眼神 珍娜只好放弃了继续下去的想法 在送走珍娜之后 机箱也正式向夏川递交了入社团申请 夏川同意了 画面一转 男主刚睁开眼就发现身旁竟然躺着赤裸裸的机箱 不仅如此 门外还传来了青梅竹马间线女友的敲门声 而接下来机箱所说的话更是让她震惊不已 她是第一次 没有经验 话音刚落 女人就直接扑倒了男主的身上 听着门外越发激烈的敲门声 男主十分慌张 但一旁的机箱却丝毫没有紧张感 甚至 她还光明正大地去给那两人开门 好家伙 你还真是不顾男主的死活呀 然而夏川与谦和进来后 却并没有看到男主的身影 整个房间里只有机箱一个人 听着外面三人的对话 躲在窗帘里的男主害怕极了 她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了带宰的羔羊 不过有着敏锐直觉的夏川还是察觉到了不对 就在她即将找出藏在窗帘里的男主时 机箱终于反应了过来 她为男主打起了掩护 而突然出现的风计委员爱一 更是吸引到了夏川的注意力 爱一一上来就批判起了夏川和谦和 至于理由则是她俩竟然将机箱一个正常人 变成现在的样子 再加上他们前段时间的种种表现 爱一彻底对夏川的自言以社团下达了最后通牌 可谦和却并不认为 他们的所作所为有错 她觉得是因为爱一没有机会交到男朋友 而嫉妒她与夏川 对于谦和与夏川闹无理的言论 爱一当然不会承认 于是 她便当面承认自己有一个远在美国的男朋友 成功唬住了他们 也因这次冲突 导致爱一彻底封禁了自言以社团 不过男主对此并不在意 因为这样一来 她就可以抽出时间安心的补习了 巧合的是 她竟与封禁委员爱一在同一个补习班 而得男主与自己在一个班级后 爱一表现得十分兴奋 好家伙 我这么一看 爱一也是男主后宫的一员啊 不仅如此 爱一在面对男主的种种扭捏表现 更加让我确信这个猜测 而男生的好友尤景勋 也与两人在同一个补习班 并且 她还与爱一是小学同学 两人之间十分熟络 晚上 男主准备把握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好好学习 结果 她却收到了夏川的威胁短信 约她出去 夏川依旧是她名义上的女友 十分无奈的男主只好放弃学习时间 去见了夏川 夏川一上来就说出了此次约她出来的目的 在她得知男主与爱一在同一补习班后 她便想让她调查一下 爱一是否真的有男朋友 因为那天爱一所说的话 夏川并没有完全相信 只要掌握了对方撒谎的证据 那么自研以社团就能重新恢复 虽然男主答应了夏川 但她却不知道该如何行动 而游景勋显然是知道爱一对男主的性命 她不断帮助爱一打各种掩护 在游景勋的催促下 她只好拿出了特意为男主准备的便当 在听到男主吃完后夸赞的话语后 她更是激动得不行 为此 游景勋特意邀请了男主与爱一一起去吃晚饭 爱一在从游景勋口中得知 男主认为自己有男朋友 于是 她本想在饭桌上对男主坦白 但这却被突然出现的千和宇鸡相打断 为了不输给千和宇下川 爱一还特意当着男主的面前装起了恋爱高手 这一天 游景勋再次邀请男主和爱一一起出来 爱一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可尽管如此 男主却依旧get不到爱一的想法 还好有好友游景勋在一旁帮忙 他邀请男主与爱一周末一起去看电影 男主之后便将攻略进展 和要去看电影的事情上报夏川 夏川便决定将计就计 借此机会 让男主彻底拿下爱一 明明有男友却出轨的事情 也可以如愿将学校的自演与社团解禁 为了确保攻略计划能够万无一失 夏川决定让千和也加入到周末看电影的队伍中 并且 他要求千和趁机帮助男主攻略爱一 这导致好几次 爱一想与男主主动交流都被千和打断 而夏川则想要在暗处运筹帷幄 就这样 一众人各怀心思来到了电影院 电影一开场 爱一就被开头的现实画面吓到 他握紧了男主的手 另一边的千和不甘示弱 同样如此 此时荧幕上的剧情是 男主的青梅竹马和有婚约的两个女人的大战 伴随着剧情的展开 千和与爱一彻底将自己带入到了角色身上 看着激动无比的两人 男主瞬间有些无语 计划实施得很顺利 可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电影院漆黑的环境 所以夏川根本没有拍到什么有用的照片 第一次的攻略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和众人道别后 大家就各自回家 这天 男主在补习班发现了一本笔记 他打开一看 上面全是日记主人对一个名为小泰的男人的情话 没错 日记上所写的小泰正是我们的男主 而日记主人却是与他在同一补习班的爱乐 慌忙回来的爱一想要拿回日记 而他手中爱一的日记也一起掉落在地 只想立刻逃离的他 随手捡起了一本日记就跑了出去 却不知 他所拿的日记却是男主呢 而他自己的那本还在男主的手上 等到他反应过来 再去寻找男主事根本来不及了 教室里的男主早已将日记上的内容看了个遍 不过 他却没察觉到上面所写的小泰正是自己 他还以为这只是爱一记录自己秘密的日记 于是 误会的两人便开始了你追我感 一个以为自己要被对方面口 一个以为自己的心意被对方发现 还好我们的男主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 就算爱一表现得那么明显 他依旧没看出来他的心意 他只想对自己刚才的无理行为向爱一道歉 而意识到自己的秘密并没有暴露的爱一 也放下了心来 他借此机会 将男主在烟火大会那天约了出来 在路上 爱一还不断与男主介绍着周围的事物 这让男主对此感到了诧异 不知为何 他对这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直到看到远处阴烟火而绽放出的亮光 男主才猛然想起 爱一带他来的地方 正是他小时候发现的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脑海中并没有这段记忆 此时的爱一也对男主说出了真相 原来男主与爱一又是曾是同一所幼儿园的玩伴 当时的两人还是特别好的玩伴 但由于家庭的原因 爱一曾跟母亲离开一段时间 直到他这次回来 爱一在学校便一眼就认出了男主就是当年的小胎 男主还沉浸在与爱一相认的思绪当中 这时 爱一却突然拿出了一张手写的婚姻登记书 并且爱一表示 十年前的今天 他们已经约好要在上面盖章 并且 他催促男主赶紧按手印或者签名 这突然转变的画风让男主直接愣住了 可爱一却依旧在催促男主 在婚姻登记书按手印 无奈之下 男主只好用爱一有男朋友的事情来拒绝对方 可他却没曾想 对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男朋友不过是他虚构出来的 那一切都只不过是他伪装恋爱高手编造出来的谎言 从小到大 他喜欢的人只有男主一个 尽管如此 男主依旧没有妥协 他直接就将爱一丢下 独自往山下跑去 而在山下 他好巧不巧的还遇到了刚看完烟火大会的千和语机箱 还好男主的演技精湛 要不 我都怀疑他会被千和语机箱直接吃掉 第二天 醒来男主就被夏川约到了 学校的自演以社团活动式 夏川上来就质问男主 昨天为什么抛下自己去与爱一约会 眼看事情暴露 男主也只好承认 可下一秒 夏川就要求男主亲自己 并且夏川表示 男主和爱一在一起多久 就亲他这个女友多久 得知是30分钟左右 夏川瞬间慌了 他连忙表示 如果够三分钟的话 他就原谅男主了 男主丝毫不犹豫 直接亲了上去 就这样 他也成功哄好了自己的女朋友 画面一转 为了能更好地与其他人争夺男主 爱一用他封计委员的权利 取消了废除自演以社团的决定 但是 他决定自己以监督教练的身份加入这个社团 并且 他当男主的面立下了一日的约定 他表示 自己一定会让男主在那张婚姻登记书上盖章 在爱一也加入到了夏川创建的自演以社团后 男主每天悲惨的生活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作为现女友的夏川 为了维持社团内的平衡关系 他提出了一行人暑假去海边度假的计划 但既然是去海边 当然要准备好各自的泳衣 于是 男主便带着夏川四人来到了附近的商店 而夏川与谦和为了证明各自在男主心中的地位 他们争抢着让男主帮自己挑选泳衣 等到男主好不容易 缓和了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 他就被一旁的机箱 拽到了他所在的更衣室 好家伙 原来这看似幼稚的他 才是真正的高手 然后他就直接扑了过去 这刺激的男主差点控制不住自己 等到男主从机箱的更衣室出来后 又被突然出现的爱一拉走了 更离谱的是 爱一直接把男主拉进了婚纱店 他当着她的面前换了 直白地询问起了男主的意思 还没等男主回答 爱一就被夏川等人找了上来 紧接着 众女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为了不让他们继续争吵 男主决定 凭借每人名字的首字母春夏秋冬来排序 每个人有20分钟跟他一起逛的时间 真的不愧是男主 这么无耻的事情你都能做得出来 而更离谱的是夏川四人 对此居然没有一点不高兴 欣然同意了 好 那开始行动 男主带着夏川一行人准备好各自的游衣后 却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他们去海边合宿的经费还差很多 为了凑齐预算 众人决定各自去打工赚取经费 这时 负责照顾男主的牙子阿姨给了他们一个选项 原来牙子是一个游戏开发公司的高管 最近他们公司在海边举行了一个活动 只要女生们参加活动 就可以免费享受海边度假 而活动的规则就是 有评委对各个女生的娇羞直来打分 为了测试夏川四人有没有参加的资格 牙子拿出了公司开发的小程序 对他们开始了测试 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爱衣是四人中娇羞值最高的 其次就是谦和与鸡香 而夏川则是垫底 至于原因 则是夏川的表情只有高傲 而没有娇羞的一面 这个结果让夏川十分不服气 他希望牙子能让他参加比赛 并给他一次机会 能够理解夏川想法的牙子 便也同意了对方的请求 甚至为了让四个女生干尽满满 牙子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那就是在大赛中胜出的人 他会允许对方成为男主的新娘 等到男主将要去海边和宿的事情 告诉了好友游景勋后 对方的言语中 无不充斥着对男主的羡慕之情 只不过 男主却不知道游景勋羡慕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夏川他们 在爱衣前去卫生间的时间里 男主也邀请起了游景勋 但这却被游景勋给委婉地拒绝了 男主在家里准备好 明天出行所需要的东西 这时 他就收到了来自机箱的邮件 对方提醒他 别忘了带避孕道具 男主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然后 这就引起了对方的强烈不满 和一连串的抗议 第二天 男主带着千和来到了 他们相约的会合地点 结果 他发现爱衣与鸡香早已在那里等候 在夏川到来后 他直接当着其他三人的面前 就挽住了男主的胳膊 这让男主对此次的海边合宿感到了一丝忐忑 由于之前牙子的测试 让千和三人对男主与夏川之间的关系起了疑心 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 在车上的男主特意与夏川 伴起了恩爱情侣的样子 但他那别角的演技 却更加让他们确信了心中的想法 很快 众人就抵达了牙子阿姨给他们安排的酒店 迫不及待的千和与鸡香再来到海边后 开心的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而男主则在沙滩上调侃起了不会游泳的夏川 另一边的爱衣则在找了一颗新型贝壳后 邀请男主一起寻找另一颗 但男主却没领会到其中的心意 直接婉拒了爱衣 而在哪里都能吸引男人目光的夏川 则像个动物园的考拉 他被附近的男人毫不必为地注视着 看着身旁充当守卫的男主 他很好奇男主是在干什么 男主解释不是努力扮演男女朋友的关系吗 可夏川却惋惜地表示 他们三个没人注意到这里呢 其实 单单从男主的这个举动当中 就能看出夏川已经赢了 一行人吃完饭后 夏川提出了玩披西瓜的游戏 然后男主就变成了那个被蒙住双眼的男人 男主听从夏川他们的指引 找到西瓜并将其劈开 只不过 所有动漫中的这段剧情无一不是福利 于是 便出现了这离谱的一幕 在男主听从指引 向某一处飞扑过去后 他抓到的却并不是西瓜 而是夏川的胸部 而其余三人看看夏川与男主 那亲密的姿势则是气到不行 在厨房里 爱依与夏川正在准备晚饭所需要的食材 突然 爱依询问起了夏川 是不是在利用男主逃避其他男生 原因是爱依在学校里听到过夏川经常被表白 所以他便怀疑 夏川是在拿男主做挡箭牌 不过 夏川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利用洋葱 成功地转移了爱依的注意力 为了彻底打消爱依等人的疑心 夏川与男主制定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在众人玩牌的时候 男主装困了 在离去前 他当着众人的面给夏川一个晚安了 这样也许就能摆脱三人对他们恋爱关系的质疑 可一切却都被千和给他们的礼物打断了 原来 在自言以社团成立后 却一直没有成员的信物 于是 千和便与爱依商量好了制作这个吊链 只有男主与夏川不知道而已 夏川看着手中与其他人一样的吊链 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千和与爱依他们的愧疚 虽然在千和眼中 他们平常是争抢男主的对手 但他们却依旧是很好的朋友 而夏川则一直在利用着千和他们 这也让夏川觉得 自己在那一刻是无比丑陋的 他萌生了想要退赛的想法 而第二天 夏川也确实没有出过自己的房间 就算男主前去敲门 得到的回答也只是他想进一进 无奈的男主只好先行前往了比赛场地 巧合的是 他在中途男主遇到了夏川的妹妹珍娜 而珍娜也与男主说起了真心话 其实她是十分喜欢夏川这个姐姐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他们的父亲 珍娜说夏川表面上虽然非常孤傲 但实际上内心却并不坏 她很感谢男主能喜欢上自己的姐姐 毕竟 如果有个陪在夏川身边的人的话 她可能会轻松很多 男主跟珍娜告别后 来到比赛会场 台上的千和作为第一个登场的选手 开始了她的演讲 千和当着所有人的面鼓起勇气 对男主说出了她的心意 而吉祥则并没有千和那样大的勇气 在轮到她出场的时候 她却由于紧张 不敢上场而找到了男主 她在场下对着男主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而这一幕刚好被摄像机捕捉到 让所有人都看见了 等轮到夏川上场的时候 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变了 夏川并没有如千和等人对男主表白 她当着比赛场上所有人的面前 宣布她与男主已经分手 而她的这一举动 让男主十分愤怒 从始至终 男主对夏川的印象并非如此脆弱 分手的原因是 她周围已经有很多喜欢她的人 而她自己却是出于利用男主的目的接近她的 为了阻止夏川继续退缩 男主毅然登上舞台 她在所有人面前向她表白 并亲吻她 舞台下的三个女生感觉到无地自容 最终比赛的优胜者 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女孩 她向父亲表达了深深的爱意 第二天醒来 男主发现夏川正骑在她身上 而她的亲密举动显得非常不寻常 原因在于男主对夏川的告白 使她感到欢喜至极 这时 牙子阿姨找到了男主 她询问男主 是选择之前的生活 还是选择其中一个女孩 最终男主选择了夏川 并且 她决定让其他三个女生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 无论她如何清楚地表达 吉祥等人都不相信她 他们反而更加喜欢上了她 对男主进行了爱的告白 男主内心虽然有些触动 但她还是选择拒绝 但还不等她开口说话 夏川就出现了 并且 她以女朋友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宣布男主属于自己 谦和也不甘示弱 两人约定 就在男主十分无奈 不知该如何解决这个尴尬场面的呆愣表情下 动漫就到这里结束了 看来 三人的故事并没有彻底结束 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季的到来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